念念我都不离开佛的教会 这就是依教修行 以这本经典的标准 修正我们的思想境界隐形 都要与尽相应 这才是佛的好的字 我有一句话说在心 我的东西没有版权 如果你们印上版权所有翻译笔究 那这个事情因果就被打了 决定不能印这个字样 最好能印上欢迎翻译 功德无量 谁的功德无量 你自己的功德无量 为什么呢 你只是帮助佛流通正法 你没有障碍正法 这个就功德无量 所以决定不可以印上版权所有 今天这个世界每一个国家都在讲这个智慧财产权 我们佛法没有 我们佛法智慧财产权 是顺于一切众生的 除此之外 天天要读 读是对读经本叫读 这是指的早晚扩送 要读经 送呢 送是背语送 不是在早晚扩送之外的 只要有读经 你能够把这个经文念书记得说 常常去回味 赞饮 赞是赞叹 一言是一言说 这两种都是属于弘扬 都是属于把这个经介绍给别人 推荐给别人 讲解给别人听 你讲《群物经》很好 讲当中一品也很好 甚至讲当中一句两句都好 都是属于赞叶 特别是这个眼 眼里面有赞 赞里头没有眼 眼是什么呢 眼是要把它做的 表演嘛 怎么个表演法呢 我把这个经意啊 通通应用在我的生活当中 我的生活 就是一部合的无量手机 这是把无量手机 统统做到的 做出来给大家看的 感谢观看的 感谢观看的 感谢观看的